謝謝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主席要幫我請下財政部部長 有請蘇部長 林智長 勞動部部長 許部長 會員好 那位首長好 我想碰到全球的新冠肺炎 大家都想幫助企業 大家也都想幫助老公 因為幫助老公 幫助企業 就是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位 所以我對這個紓困2.0版 我是支持的 但是有些問題就想要請教 我想請蘇部長 這個紓困的又加碼 又加了1500億 然後總金額加到1.0500億 請問這是怎麼個算法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這個公文報告 事實上這個特別預算裡面 原來600億變成是2100億 所以最佳 特別預算600億再加1500億 增加到1400億 所以遺憾積極的部分 那400億加1400億 這錢從哪來 就是現有的預算裡面去 還有基金預算裡面去 現在的預算 還有基金預算 就是109年的預算 是不是 請教109年的預算是我們去年在這邊審的 那時候有這個新冠肺炎嗎 那個時候還沒開始 那時候所謂你是先知 是不是 沒有沒有 世界上沒有先知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說你講說 這個我一直不太了解 就是以緩計期1400億 其中1400億從基金預算 這基金預算本來就在運作的 那另外1000億是拿年度預算出來的 可不可以舉例給我聽 這1000億裡面 哪些可以移作現在做新冠肺炎的 我想各部會都有 各部會都有他的預算 你們現在已經編了不是嗎 都已經編了 但是他各部會 他有他的遺反計籍的一個措施 也是根據預算法的規定 那我沒辦法就是 那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比如說像交通部的話 交通部他對一些所謂的 旅行業的補助的話 還有其他的 你說交通部怎麼樣 旅行業的補助 對哪些的補助 旅遊業的補助 旅遊業的補助 那他在擺的預算的哪個地方 他可以以緩計籍嘛 他是原來要做的事情 那因為現在遇到這個特殊的情況 他可以把原來要做的以緩 然後來 我跟你講部長 部長 部長 我們來 來談一下 依法論法 在特別條例裡面的 哪一條 所以我可以啊 各個部會之間的預算 可以拿來留用 這是在特別條例裡面是可以的 當然是有爭議啦 可是在年度預算裡面 可以這樣做嗎 不然 司法性 先談司法性 可以這樣做嗎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在九月大地震的時候 那麼那個時候的預算 別說 九月大地震 那個時候的預算的處理也是這樣 我在立法院也不可以這樣做 特別條 先再講一遍 特別條例裡面OK 雖然有爭議OK 年度預算不可以哦 到時候 有委員要把你們移送 你就麻煩了哦 我再請教一下 編這個特別預算 現在規模是兩千一百億 六百億加上一千五百億是兩千一百億 你們號稱 依照零五百億 你知道美國預算怎麼編的嗎 美國白宮受到參眾議院去兩兆 那個錢是怎麼 那也是移動 移緩即即 也是要求銀行去紓困 一千四百億是以其他的預算來用 美國 部長你不要看那個了哦 我請問你 美國的兩兆預算 錢是怎麼來的 美國的兩兆預算基本上也是那個 透過國會 透過國會 透過國會講白話 因為你不敢講 透過國會的兩兆美金的預算 就像我們的兩千一百億的預算 就是六百下一千五百億 美國的兩兆六十兆的預算就像台灣的兩千一百億 你懂嗎 我想想對還不對 不是 對還不對 台灣跟美國的經濟規模不太一樣 那當然我同意 我同意 但是 經濟規模當然 當然是不一樣 美國一年的GDP是二十兆美金 我們台灣七千億美金 當然規模不一樣 我完全同意 但是 我們跟社會大眾講的 是不是你要講清楚一點 美國的兩兆美金六十億 就是政府的公務預算 我們的一兆 零五百億台幣的預算 就是只有兩千一百億而已啊 現在社會大眾都被你們糊弄啊 我只是要向社會大眾了解 讓企業了解 讓勞工了解 我們政府出的力道大概有多強 這個部長 待會兒來請教另外兩位首長 你覺得這個疫情啊 要到什麼時候 文士問 這個疫情在全球啊 因為我們不能只看我們台灣 今天某一個報紙登得也很好 他講了幾大產業 包括我們的電子業 美國沒有訂單 我們我們的也受到影響啊 我們半導體也受到影響 算了 請問世界的疫情 你覺得 高峰大概會出現在幾月份 我想 大概 因為從 從 從初期到高峰 我們看看 從高峰再回復到平靜又是幾個月 高峰大概在什麼時候 跟委員報告 這個也很難預測啦 因為 很難預測 同意 勞動部長來說說看 我們的世界這個疫情的高峰是大概在什麼時候 報告委員 現在我想很難說不準啦 很難預測啦 很難預測 對 經濟部製造 我跟委員報告是很難預測 不過我們看到美國川普總統講說 是在六月的時候他們希望能夠 疫情能夠還 希望 希望 希望那個時候 現在是四月初 希望六月 六月可能六月初六月中 六月頂 我們算六月中還兩個半月 從高峰再下來大概還要再兩個多月 換句話說 應該會以至少 以目前的數字各國的專家來看 大概會到第九季 因為美國要去開 要去實驗疫苗 大概是從 從現有的一個醫院開始了 一個藥廠 大概大概九月份才會開始 疫苗沒有出來 解藥沒有出來 其他的大概很難講 對不對 因此呢 我想請教一下 在我們現在認為可能到第三季 第三季 還籠罩在現在的這個狀況下 你認為我們的GDP 全年的成長 是會震的還是負的 以你的專業 你的直覺 我想這個部分要看很多很多的一個變數存在 我當然知道 我是教書的 我把你的直覺跟你的專業的判斷 你亂講 那個1.92是悲傷在什麼時候的第一季啊 到六月 是不是 你亂講些什麼東西 那個 書部長 你預估啊 我們猜猜看 或者引專業來看 我們今年的GDP 全年會大概會怎麼樣 我想主機總處跟央行的估計 大概都接近2左右啦 就是主機總處是2 然後央行大概1.92 我想他們的估計也有他們的這個 1.92那是在3月15號估的 是 3月15號也稍微有點悲用 但是沒想到美國疫情那麼嚴重 美國現在有30萬個人確診 按照美國推估大概有500萬到1000萬人的確診的狀況 你認為我們還是1.92 美國的FED啊 已經估了台灣那個是負的 全球都是負的 美國都負6 所以我想要問你的東西 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這樣子編的 現在紓困2.0 你認為可不可能有紓困3.0 如果一直持續到第三季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院長也提到過滾動式的檢討 當然這個部分 當然未來要看情況 我覺得三位都是首長 這個經濟部的市長 你是來自於學界的嗎 不是 多看一點資料了 不是啊 來自於學界的要多看一點世界各國的評估的資料 我還是覺得我們這個經濟規模太小 兩千一百億啊 然後其他的都是用 用臭的數字 我覺得 我覺得 不像一個學術界應該做的一個評估 我們的一 再講一下 我們的一兆零五百億的台幣的規模 紓困的規模 它組成跟美國的直接紓困的兩兆美金 韓國的六千多億台幣 組成的分子是不一樣的 如果按照韓國 香港 新加坡 美國 我們直接的紓困只有兩千一百億 好嗎 好 就像經濟部 那個 再講一句話 經濟部每次都在講說 我們的振興券 振興券是八百塊 市長 我問你 振興券的規模是多少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兩個 一個是振興的一個這個 抵用券 沒有錯 像委員所講 我們是每個人八百塊 那另外我們現在推 每個人 每個人多少錢 我就是想問你的數字 八百元 八百元是怎麼算法的 那個是從我們所受創的這個產業裡面去推估說 我們補給 好 你那筆預算的總金額是多少錢 二十三億 二十億 二十億啦 你們變成二十億啊 小姐你先不要講 二十億 請教 請教一下 你先不要走 台灣有有多少人啊 台灣 台灣的人口多少 兩千三百多人 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算兩千三百萬好了 二十億除上兩千三百萬 是多少錢 二十億除上兩千三百萬 是多少錢 多少錢 你拿計算機來算算看 來 趕快趕快 誰提供 誰提供一個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你們先不要講別的 因為 因為我對你的學養 有一點質疑 二十億除上兩千三百萬 金額 金額是多少 好 數字 會或提供好不好 等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 等一下嘛 多少嘛 匯委員 多少 多少 你說給他聽 好不好 說給他聽 謝謝 謝謝我們匯委員 說給他聽 算不出來喔 八十六塊 八十六塊 你聽到了嗎 二十億除上兩千三百萬 是八十六塊 我先不要用你計算機啦 兩千三百萬人 一個人一塊 兩千三百萬 十塊 兩 二點三億 一百塊二十三億 你懂嗎 這就是我們的官 好 謝謝 謝謝我們費鴻泰會委員 其實我們所有的部會所長 也都一時之選喔 這樣 要答詢的時候 我們說得比較清楚的喔 答詢要講清楚啦 好不好 答詢這 我講話不需要 你已經講完了好不好 你講話的時候 都沒講半句 你講話都沒講半句好不好 會委員 沒有人講你半句好不好 沒有人講你半句 你講完了我才講話好不好 你講話你講話 我還多給你時間耶 沒有人負短 你在執行的時候 沒有人跟你講半句話好不好 什麼 你什麼去問台灣多少人口 我要怎麼找出來 沒有人憑什麼 你在講話我延長時間給你耶 我延長時間給你說話 你是要怎樣 沒有啦沒有啦 對你很尊重啦 我從來不會問超過十分鐘 學養沒有你那麼好 所以不會超過十分鐘好不好 生氣對身體不好啦好不好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齁 會委員別休息齁齁 不要太過分了 沒有啦 你在講話就沒人跟你插嘴 你是在想 你講話有人講一句都這樣 不需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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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講他們沒有講你啊 我沒有評論你的內容啊 我講你才叫評論啊 我講他們怎麼會是評論呢 你實在是 有 irranti摸有的人 很舒 blade 麻煩你們 你的內容 Spring común 劉腦 風 雖然 仲